Runty 這道書非常的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結合現在 當紅STEM教育的主題 科學繪本 那打開了 我會發現 它非常的可愛 為什麼? 因為它每一本都是不一樣的畫風 而且都是用繪本故事的方式去編排 裡面包括了有水彩 羊毛毡 紙黏土 不同的花風以外呢 它結合到七大系列 那裡面呢 有教小朋友 我們地上怎麼會有影子 甚至小朋友最常問啊 有一片打開 怎麼只有半包 是不是我們買到的都是空氣呢 還有我們用阿拉丁神蛋的故事 改編 教小朋友為什麼不能憋尿 甚至小朋友啊 最愛問爸爸媽媽一個問題 寶寶是怎麼來的 還有所有小朋友 最喜歡的恐龍的豬T 也都包含在裡面了 那裡面呢 每一本都非常的精彩 看出了非常的可愛 我們來看看 因為它是帶狼結合到三隻小豬 然後呢 它去講到熱傳島的原理 大家有看到它的花風 非常非常的可愛對不對 那打開呢 它的故事去講到 我們三隻小豬啊 原本住在很可愛的房子裡面 可是呢 有一天 大家有發現 這個是帶狼它出現的對不對 它想要做什麼呢 因為它想要再來吃小豬 可是呢 這個房子啊 有一點堅固 所以它只好無奈的從門口過來 敲敲門 小豬我們在不在家 結果小豬當然很緊張對不對 可是只有豬大哥啊 他說 沒關係 我有蠟燭就可以打敗大野狼了 到底怎麼用蠟燭打敗大野狼呢 結果啊 這個豬大哥就想到 喔 原來我們的門法是金屬做的 他透過高溫加熱的原理呢 大野狼從外面想要開門 當然手就被燙到了對不對 那三隻小豬呢 很開心 耶 我們趕走大野狼了 可是這個大野狼呢 他不放棄喔 他第二次跑過來的時候呢 很厲害 他換了一招 因為呢 他這次想要從煙囪進來 那這個豬大哥他就想說 沒關係 我剛好蓋房子的時候呢 有剩下一點點的木材 那我們用木材來生火 然後呢 這個小豬們呢 他從下面生火的時候啊 他的熱空氣 他的煙燙燙的跑上去 燙到大野狼對不對 我們剛好把他結合到 生活中冷熱空氣 對游的原理 像冷氣的風吹下來 為什麼冷冷的會自己跑下來呢 那第三次呢 大野狼終於生氣了 因為他前面兩次都被燙到對不對 第三次他決定打破窗戶就要進來 然後呢 豬小弟很可愛喔 他說 嗯 那我們煮一鍋熱湯就可以了 因為大野狼等一下進來的時候呢 一定馬上就被燙到了 哇 就像我們家裡面 媽媽在煮湯的時候呢 鍋子裡的水 為什麼可以變熱喔 那我們來想 大野狼這次會不會放棄呢 大野狼他的腳被燙到之後 記得趕快跑去泡冷水 那從冷水裡面呢 大野狼不斷的在思考 我到底怎麼樣可以不要被燙到 所以他決定了 我們選消防員叔叔 穿了一件消防衣過來 我們就可以保護自己了對不對 那接下來小豬到底 會不會真的被吃掉呢 結果啊 大野狼過來的時候啊 小豬很聰明耶 他們想說 哇這個消防員叔叔 一定是大野狼騙我們的 因為他的尾巴露出來了 那小豬呢 就想了一招 如果這個大野狼 穿了消防衣 我們怎麼樣 可以把他趕走呢 結果這次小豬呢 很聰明 把他引到後面這個溫室裡面 甚至還把他鎖在裡面 哇 大野狼穿了這麼厚的消防衣 還被關在溫室裡面 那太陽公公出來的時候呢 哇大野狼熱到受不了 然後開始一件接著一件脫 然後我們的溫室很可愛對不對 最後最後呢 帶狼熱到受不了啊 脫到這件內褲 就跑走了 那我們的故事 非常的精彩對不對 那小朋友呢 聽完這麼可愛的故事 開始呢 一定會問爸爸媽媽一些問題 可是不用緊張 為什麼 因為我們第二個單元呢 非常的厲害 他結合了簡單的Q&A 那我們可以快速呢 跟小朋友做一些互動喔 為什麼夏天穿白色衣服 比較不會稀了 然後呢 小朋友啊 我們也可以鼓勵他們 自己去尋找答案 訓練 找答案 解決問題的能力對不對 接下來第三個步驟呢 我們現在很多爸爸媽媽 非常的用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結合小朋友 手作實驗的課程 讓小朋友 十元回收一下 我們可以陪他們手作DIY 然後最後最後 我們的英文繪本的主題 也都在裡面 非常的精彩對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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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